國豪 單一節也拿下了9分 我必須得說國豪跟 跟雨萱他們現在樹立了一個 整個工程師在第一節 本土球員該怎麼去打這場比賽 一個最好的一個點放 那你覺得他們做對了什麼事情 他們在底線的Long2沒有 經過台北的籃板現在上分27平 這節還有2分多中了 蔡文誠也上來了 這一個地板球 沒機會 周過宇的三分外線是一個WideWalken 5分進中 我認為是否該讓星巴下去休息一下 沒有人看守 男籃球國豪拿到一個360度大轉身 直接運到前場 然後再交給無時 沒有效應 反擊的機會地板球林志堅給周過宇 出口腿 哇現在整個和平籃球館的屋頂 應該已經快掀起來了 哇 這個快攻打得他們打完第一節領先對手4分 那第二場比賽領先8分 我們在賽前才提到工程師本土球員的得分佔比 對 現在兩位狼將加起來總共只得8分而已 還有後門是周桂宇 又是周文廷傳出了助攻 誰在工程師立行 誰在工程師立行 好還有40幾秒 曾文廷又在高位場 哇 這球你就看得出來 曾文廷剛才那個三分線進球的價值有多大 他剛拿球的時候不拉死 就出去了 時間不多了 周桂宇切入犯規 阿姨其實沒有得到太好的成效 那其他球員上來 三分線又不像上半場來的出手這麼果決 一定要去做這些動作 只是他動作特別大 而且周桂宇那個犯規之後的表情也並不是太好 周桂宇再來一個Floating Shot 今天完全打開了